从放大镜、望远镜、玻璃窗看到的影像 大概是我们都有的经验 其实这跟前面学过的光的折射有关 想了解为什么透过这些光学物件 我们所看到的影像会呈现那样的效果 是要一步一步学习 我们从一个比较单纯、简单的例子开始 想到了吗? 我们就从一块长方体玻璃板开始 讨论长方体玻璃块之前 我们先来复习折射现象 回想一下什么是折射现象 当光线从空气进入到玻璃中 光线产生偏折的现象就是一种折射现象 其中入射线、折射线、法线、入射角、折射角 就像图中所标示 特别注意,法线与空气和玻璃的交界面垂直 光的折射现象是因为光线在不同介质中快慢不一样 而有了偏折 我们将空气与玻璃改成更一般化的介质A与介质B 而光线在介质中的速率为VA、VB 介质的折射率为NA、NB 它们的数学关系如画面公式所示 此数学关系式我们也习惯称为斯乃尔定律 从数学关系式我们可以知道 除了垂直交界面沿着法线入射的光线 会直线穿透不偏折外 其他入射角或折射角不是零度的状况 光在介质中的速率越大 则对应到的角度越大 好 不习完光的折射 我们可以开始讨论光线射入长方体玻璃块 想一想 一道光线以不为零的入射角 入射长方体玻璃块 光线会如何前进 同学可以先按暂停 试着在纸上画画看后 再往下看影片的解说 光线从空气进入玻璃块 会偏向法线 从玻璃块离开时 又会偏离法线 接下来我们进一步挑战数学的分析 我们将刚才的图形标上符号 内错角相等 所以θ1等于θB 我们还有斯乃尔定律可以用 光从介质A到介质B 如画面上第一行公式 光从介质B到介质A 如画面第二行公式 从这两个式子 我们可以推得 θ2等于θA 在这个长方体玻璃块的例子中 我们发现从空气射入玻璃块的光线 与从玻璃块射出后的光线 两者平行 入射线的延伸线 与出射线的距离 我们称为侧向位移歪 接着我们就试试看 把这个侧向位移歪算出来吧 我们想侧向位移歪应该与玻璃厚度有关 所以定一个新的参数 玻璃厚度D 为了方便说明 我们在图形上画上了红色和绿色的直角三角形辅助 接着我们将红色直角三角形和绿色直角三角形拉出来看 两个直角三角形的斜边长一样 红色直角三角形的临边是玻璃厚度D 而绿色直角三角形的对边Y 就是我们要算的侧向位移 侧向位移Y等于斜边乘以Sign CTA A-CTA B 但我们还必须找出斜边怎么表示 此时还有红色直角三角形还没用到 而且红色和绿色三角形有一样长的斜边 红色三角形的斜边长为Cosin CTA B分之D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侧向位移的计算公式 如果玻璃板厚度一公分 空气折射率NA等于1 玻璃折射率NB等于根号3 入射角CTA为60度 则我们可以算出侧向位移为三分之根号3公分 约等于0.58公分 虽然是举长方体玻璃砖为例 但只要是这种平行界面的均匀戒值放在空气中 也都会有类似的现象 实际上光在不同的戒值透射也同时会反射 所以实际上看到的情形会更像画面这样 我们讨论的光折射的光学现象的例子比较单纯 如果同学上大学有修习光学 有机会学习更深入的光学仪器原理与设计 我们来回顾今天学习了哪些 长方体玻璃块光线的入射与出射后 入射线与出射线会平行 并且有侧向位移 当然我们更需要学会的是中间的推理过程 和找到合适概念与公式的能力 看到光线入射玻璃砖 能想到玻璃砖折射率与空气不一样 因此会发生折射现象 进一步推理光线从空气入射玻璃砖 因为速率变慢 导致行进方向偏向法线 而光线从玻璃砖射出 由于速率变快 因此偏离法线 为了确认正确的几何关系 能联想到用斯乃尔定律 数学运算要能准确算出答案 代入好算 而且现实有机会存在的数字 去体会看看侧向位移 与玻璃厚度的关系 我们虽然是举长方体玻璃砖为例 但只要是平行界面 且折射率不变的戒指放在空气中 都会有类似的现象 想一想 贴在手机的玻璃贴 也近似一个平行界面的戒指 贴上去后影像似乎没有变形 试着解释看看 如果玻璃贴变得很厚 从不同角度来看 会有怎样的现象呢? 欢迎留言分享你的想法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